弟兄姐妹平安 几天前有一位姐妹告诉我 她在工作适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她的上师把她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能力说得一文不值 她听到了上师的评语后 开始是愤愤不平 但后来感到沮丧 并开始认为自己真的很没有用 我记得在我念书期间 到一间公司当实习生的时候 我也被当时候的上师说 我做事很慢 我很没有用 但是听了她的那句话之后 我不气馁 反而得到了激发 使我更努力学习和办事 为要证明她对我的评论是不正确的 那时我还很年轻 也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靠的全是自己的意志力 而我用的方法就是学习的方法 但我现在思想 如果当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那么我在面对人的批评或指控时 我的反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当信徒在面对人的指控时 他应该马上捉住死的话 也就是真理 第一个真理就是 空中掌权者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的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的后半段就说到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从这处还有第九节的经文 我们会知道 那控告我们的就是撒旦魔鬼 并且他是不会放过任何在神面前 控告我们的机会 因为撒旦魔鬼想要因此能够羞辱神 或者他想使到神停止眷顾或爱我们 另外 撒旦控告我们不仅是为了要我们感到羞辞 而不敢面对神 他也不想我们觉得好受 当我们不好受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 我们的思想或我们的经历给欺骗 而从中生出对神的疑惑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得到别人的指控或批评 并不是因着我们犯了什么过错 但在背后搞破坏的 依然是撒旦魔鬼 因此只要我们认清一切都是撒旦的诡计 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 因人的指控而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我们要懂得的真理就是 若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就已经不被定罪了 这是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明明告诉我们的 神在基督里不担不定我们的罪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更是告诉我们 没有人或失误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这是你我都永远要紧捉住的真理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撒旦或别人的控告 批评还是指控 但只要你记得 全能全知的上帝不定你的罪 且是永远爱你的 你就不必太在意别人的话 你甚至要记住 神的儿女是与万福的源头在一起的 所以那些有意针对神儿女的人 就是在抵挡神 在拒绝神的恩典了 约安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就说到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第三 门总还是要把平安的福音与人分享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十五节 记载着 主耶稣在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 主叫他们要打听谁是好人 就进他家里去 请他的安 然后在十三节说 那家若配得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领到那家 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 仍归你们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城土剁下去 为什么主耶稣要门徒找好人 而不是找罪人来向他们传福音呢 我认为主耶稣是为了强调 所谓的好人也不一定是配得到平安的 换句话说 不是每个看起来友善或大方的人都会愿意接纳我们的 只要人不认识上帝 主耶稣也没有称他为义 再好的人也是个罪人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论或看法 但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应当完全不理会别人给予我们的反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实权实美的 即使别人是有意的要针对你 但无风不起浪 所以他对你的指控或许也有一些的事实在其中 尤其是当你没有随时谨慎或时常与神同行时 你也有可能会被自己的私欲或今生的骄傲给占据了 而得罪了神 如果神可以使一只驴开口对巴兰说话 难道神无法通过你身边的人 把警戒你、劝勉你的话告诉你吗? 说到底 无论你得到的反馈如何 你都先要到神命中去 再次确认自己与神的关系 再来就是多思想和查验 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神 若有的话 你就应当认罪悔改 如果你在查验后 依然知道自己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 那么你反倒要怜悯那复处针对你的人 并且为他祷告 因为他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撒旦魔鬼的工具 来要使你失去平安、喜乐 愿神祝福 应当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